也許你聽說過雲中君子的名號 但數在下擔不起這個名聲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推取BBD還有Discord 今天要介紹的角色呢是白富龜 那白富龜是長風武克其中一個人 其中一位 那他最大的特色就是放毒 好我們先看一下天賦的部分 天賦部分萬毒歸心 那攜帶的有害狀態呢是無效化 那僅限制同時滿足可以去上跟擴散的有害狀態 那你有攜帶有害狀態的時候呢 你的治療效果呢會從10% 然後13%、16%、20% 所以你的星數會不一樣 那在行動結束的時候呢 會轉移兩格範圍內的所有友方一個有害狀態 那他最多可以到兩個debuff 轉移兩個有害狀態到自己身上 那轉移到自己身上沒有關係 因為我的天賦呢 白富龜的天賦 他就是無效 OK 好那後面還有一個重點喔 遭受攻擊之後呢 會將自己一個debuff 轉移給攻擊者 並且施加異仗的狀態 好那異仗是什麼呢 異仗是 如果攜帶異仗的人呢 受到這個驅散有害狀態的效果 那他每一層可以防止一個有害狀態 就是一個有一個debuff 被驅散 然後他會就是 他放七毫術 然後會消耗這個一層的驅障 這樣子 好那這個就是一個重點喔 大家有想到什麼嗎 如果 如果白富龜被攻擊 一定要是被攻擊喔 好白富龜被古倫德 轟的時候呢 就可以反轉古倫德施加的暈眩 反轉到古倫德身上 大家有理解嗎 聽得懂齁 也就是說古倫德要暈你啦 要暈白富龜的時候呢 古倫德自己會被暈啦 OK嗎 然後呢 把暈眩反轉到古倫德身上 然後會額外施加異仗的狀態 也就是說 古倫德被暈眩了 然後又不能被自己的奶 再把它解暈眩 OK 這樣懂齁 其實這個這個還蠻 蠻有趣的啦 所以大家可以用這個玩法 對但是 如果你沒有打PVP 在劇情當中 嗯 你就可以再多想一下 有什麼方法可以反轉 debuff到敵人身上 應該還是很多 很多方式啊 只是古倫德這個 呃 比較大家可以理解 因為古倫德可以暈冷嘛 你打到白富龜身上 就會反轉 反轉給 反轉暈眩到古倫德身上 古倫德自己被暈了 這樣OK齁 好 這是他天賦最大的特色齁 好那 五內的技能齁 我們看一下 有一招是暗潮湧動 那這一招主動使用的時候呢 就是 恢復範圍內的 有方 所有有方的氣血 那 射程是三格 然後 林行範圍林行三格 冷卻時間是 兩回合 那 可以施加暗 暗凱的狀態 那暗凱就是 受到克制傷害降低20% 那 你有40%的機率呢 受到傷害之後 4%機率 對攻擊者施加一個 隨機的debuff狀態齁 那 你受到 受到傷害之後就消耗 對 那基本上 這個就是 你說暗凱 20%有沒有用 一定有用的 那 你如果是打 那個 九州塔暗塔 你施加暗凱的話 就會比較 讓白富龜比較不容易死 因為 白富龜如果要玩這個 天賦這個部分 轉移 debuff到敵人身上的話 你的白富龜 一定要卡通住攻擊 一定要卡通住攻擊 如果像是 白富龜如果被玄機 單點打雷 會不會死 就要看你的 你的能力多強了 好不好 所以你的白富龜如果 撐不過 那你反轉效果 debuff效果 就沒有用了 對 要不然就是 要被刺AOE 你才能施加 debuff在敵人身上 好 那 這招就不用特別講了齁 然後 絕波之陣也不用特別講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 上誤會啦 好 那 這邊就是講他的 白富龜的專用技能齁 那 點法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 上下 空空鬼術跟 靈術無絕 要點滿 一定要點到 然後中路開滿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 上路這招 靈術無絕齁 主動使用的時候 對當個角色 施加無絕的狀態齁 那持續兩個回合 這個buff 這個buff 持續兩回合 那可以恢復氣血是 法攻的1.5倍 那要注意的是 他的冷卻時間是 一個回合齁 那 靈術無絕要補血的話 他就跟 奇遇之術不太一樣 因為奇遇之術是 每一回合都可以放 那這邊只有吸低 這邊需要吸低齁 所以大家放這招 施加無絕的話 大家要注意一下齁 那無絕的效果呢 是 就是 攜帶的有害狀態是無效的 那就是 一樣 僅限同時滿足可居上 跟可扣上的 有害狀態 那招收三個內的 敵人攻擊之後 可以將自身一個有害狀態 轉移給攻擊者 好 那無絕的 使用效果 呃...怎麼樣使用 待會再大招 再一次講齁 好 那另外一招 就是 空空鬼術齁 那空空鬼術 被動齁 他是兩個 被動跟主動 那每攜帶一個 有害狀態 法術免傷可以提高到5% 然後最高是25% 這是 增加那個 百富貴的生存能力啦 好 那主動使用的是重點齁 他可以回復 範圍內的所有 有防忌血 那... 是0.5倍的法攻 對範圍內的所有敵人 和自己身上 施加中毒的buff齁 那... 持續兩個回合 目標如果已經 攜帶有害狀態的話 會額外施加兩層的 義仗給他 好 那這個中毒跟寒武殺的 中毒是蛇毒 寒武殺是蛇毒 那這個中毒的buff齁 是... 行動結束的時候呢 會損失10%的氣血 那蛇毒是損失20% 好 那中毒呢 後面還有一個 每多移動一格 額外損失5%的氣血 那最多是15% 也就是說他最多可以 損失到25% 好 那... 這個中毒施加的時候 是持續兩個回合齁 持續兩個回合 那... 施加義仗之後呢 兩層義仗 又不能被驅散這個中毒 OK 那這個中毒 又是可以雷... 疊加上去的 所以... 這個就很好用 就是你要打暗... 暗塔的話 九龍塔... 九龍塔的暗塔的話 你用這個... 用顧傷的方式 然後用白...白富龜 真的還蠻好用的 對... 那... 我們等一下後面影片 會再串插那個 實際... 實際放招式 放這一招的... 的那個方法 給大家看一下 參考一下 好 好...我們來示範 白富龜這個... 中毒Buff 跟那個... 韓武莎中毒Buff 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們用... 白富龜這個... 空洪鬼術的時候呢 主動使用 好... 這個時候... 敵人會身上中一個 中毒Buff 然後這個中毒Buff 是... 損失10%氣血 每多移動一格 額外損失5%氣血 最多15% 也就是最多可以到25% 好... 好... 再來是韓武莎的 好... 可以看到齁... 韓武莎的... 這個蛇毒... 齁... 是損失20%氣血 就是兩個... 兩個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韓武莎的是... 損失20% 那... 中毒這個Buff呢 是... 最多最多可以到25% 那... 差異就是要移動 而且... 這個中毒是可以持續兩回合 好... 再來... 先讓這隻敵人呢 身上有Dbuff 那... 白富龜再放... 東空鬼術的話 就會施加... 那個... 狀態... 到這隻蛇身上 好... 他身上... 有一個Dbuff了齁 好... 這個時候敵人身上就會... 有這個... 異仗的狀態齁 那每一層呢... 每一層... 會... 被去散的話 會消耗對應的層數 那最多會抵加三層 是... 不可被去散的 OK... 所以這個效果就可以... 先... 幫忙去擋這個... 中毒被消到... 消... 被驅散的那個... 前置的這個... Dbuff 他會先消耗這個 再去消耗... 再去驅散蛇毒中毒這些東西 所以... 在白富貴的干擾性來說 我個人覺得還蠻實用的 尤其是中毒這個 如果... 你遇到的關卡... 真的很難打 要吃顧傷的話 那... 白富貴這個... 中毒的方式 還蠻適合的 那... 剛才有講到嘛 我們... 白富貴這招中毒呢... 是... 中毒的招式是... 7D兩回殼 那他的... 放毒的頻率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這個... 還算... 還算蠻不錯用的一個... 打敵人的方式啦 好... 好... 大招齁... 大招是不用氣力的齁 去匯定血 那...他主動使用的時候呢 可以對範圍內施加... 這個烏絕齁 持續兩個回合 那... 恢復... 範圍內的時候有放氣血 那... 恢復量是法攻的一倍 那... 並且轉移兩個有害狀態給自身齁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烏絕剛剛有講到嘛 好... 那烏絕的效果呢... 就是... 直接無效... 所有可驅散的... debuff 而且... 被打的時候呢... 還要把debuff還給對面 這樣講白話一點你聽得懂嗎 原本是講說... 原本他上面是寫說... 攜帶有害狀態是無效的嘛 對不對... 也就是說可以... 無效所有可以驅散的debuff 而且你... 我還要把自己的debuff給對面 給被打... 打我的人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在... 幫助隊友... 就是... 不要被上debuff 蠻好...蠻好用的 蠻好用的 好... 再來齁... 講簡單一點啦 就是這個無覺的buff呢... 就是... 不管敵人... 齁... 給你先上debuff還是後上debuff 都是會被無效 因為有些... 有些人是... 呃... 打完你之後 才會上debuff 有些人是... 呃... 行動結束... 之後... 行動結束之後 就是跟你上debuff 就是... 有些人是攻... 攻擊你完之後上debuff啦 剛剛好像講錯 攻擊完你 然後再上debuff 那... 有些人是攻擊前 就跟你上debuff 不管... 他是先攻擊... 欸... 先上... 後上... 你身上只要有無覺了 齁... 你就是可以無效 好不好 所以... 你有打PVP的人呢 就是... 你身上有無覺的狀態 那... 月魯的雷劫 那你暈眩的這個雷劫呢 他就可以... 去擋掉 好不好... 這是重點... 這很...很大的重點 再來齁... 要注意的是呢 無覺... 無覺呢... 他是一個buff... 沒...buff嘛 也就是說... 如果... 你... 角色... 角色... 有方角色... 包含... 有方角色啦 有方角色如果被先上了誤會的話 那你的無覺... 就無法上了喔 只要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的... 有方已經被上了誤會 你的無覺就不能施放了 很合理... 合理... 因為他沒有擋誤會這件事情 你只要誤會... 你身上已經有debuff誤會了 你的無覺就上不了了 好不好 好... 那... 招式的... 部分... 招式搭配的部分呢 就是... 這三招... 大部分就這三招啦 那... 就是... 靈術... 無覺... 然後... 空空鬼術... 那... 驅會定邪... 這三個是... 最常用的啦... 我個人覺得這三個最常用... 那剩下的就是看你們自己... 怎麼樣搭配啊... 好不好... 那剩下就是一些... 聖劇靈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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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暗場有動... 絕破之陣... 就看你們怎麼做搭配... 那... 比較... 比較能... 實現白富龜的技能的部分呢... 就是這三招... 好不好... OK... 魂石的部分齁... 就是... 只推薦... 啊... 生魔術師... 因為... 就是... 一個奶... 畢竟他的... 布鞋量也是要夠啦... 所以... 就... 只推薦是魔術師... OK... 好... 白富龜飾品... 頭部... 推薦的話... 就是帶這個... WiFi頭啦... 兵也迎還煙齁... 然後... 身體的部分呢... 身體部分其實... 基本上... 就是... 讓自己... 生存的人力高一點的... 就可以了... 像這個... 呃... 滄海... 滄海月明啊... 這個... 看起來也不錯... 或者是... 這個... 星天流離... 其實... 後面生服器都可以... 就是... 覺得都... 很彈性啦... 因為你... 飾品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很好... 所以... 這個就是... 看狀況... 好... 那... 腰部的部分呢... 我覺得玄武衣... 可以帶... 玄武衣真的太好用了... 那... 你說... 玄缺腰帶... 也是可以啦... 就是我覺得看狀況... 就是沒有一定... 或是帶一些... 這個... 紅瓶子... 其實我覺得都OK啦... 好... 那... 鎖部的部分呢... 呃... 基本上... 你帶加氣血的... 或是帶那個驅散手啊... 這種... 凝蛇... 凝蛇晶佐塵... 其實... 其實都可以啦... 那... 就是... 加氣血或是驅散... 這樣子... 好... 視頻部分是這樣子... 好... 那...總結來說呢... 白富龜... 到底... 值不值得抽呢... 恩... 如果啦... 如果你真的有打... 認真在打PVP的話... 那... 白富龜... 你還是可以... 一時一時抽一下... 因為... 剛才... 在影片之中... 我有提到嘛... 他可以反轉... 那個... 古倫德的暈眩... 然後又可以... 擋住... 這個... 光這兩個... 角色... 可以擋掉... 那... 你可以... 可能可以扭轉... 你的情勢... 也不一定... 所以... 如果你是很認真... 在打PVP的... 那... 我覺得你有白富龜是OK的... 但... 白富龜... 的... 效... 效用呢... 就是... 我覺得他奶量... 偏不足啦...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帶的話... 最好是雙奶陣... 會比較好一點... 對... 白富龜來說的話... 那... 總結是這樣子... 那... 這次到底有沒有戳呢... 還是... 看各位啦... 不一定啦... 如果你真的不想去戳到白富龜的話... 你可以... 參考... 大師這個影片... 然後去... 做一些... 玩法... 是不一定你會... 從白富龜身上找到一些... 更... 不錯的一個... 樂趣... 好... 那...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